泰国第一天,曼谷清迈行程 迪拜再见 要去曼谷了 哎呦妈呀 十年几年了 哈喽伙伴们 我们在曼谷见面了 我们现在要去清迈 我们现在先去曼谷出去 到地铁上坐着轻轨玩一会儿 然后就回机场再坐飞机去清迈 哎呦我的老天呦 哎救命啊 我们刚准备还说去那个市里的市场 这就去找一个机场内部市场 这价格好像还可以 我俩直接在这吃得了 省得跑了 挺好挺好挺好 还行 可以 我们在这个市场 环游了一圈 这是我们挑的 小甜品应该是露畜 然后这个是个芒果糯米饭 然后这个是个粉 这个是炒的粉 然后烤的小串 还有沙冰 两个沙冰 嘿嘿要开始干饭了 是不是那个国王了 哪个 泰国国王 泰国国王 我们干完饭了 现在要出发去清迈 哇现在机场里的人相当多呀 好多人 昨天在礼拜买的那个沙坏 然后这边写的我的名字 我们到达清迈了 我们到达清迈了 现在要先去酒店把东西放了 然后就去动物园 那个清迈这里的夜间动物园去逛一逛 哇哦 我们到达了清迈 现在打车去机场 哇哦 这个小车是挺漂亮 去啥机场 差不多了 去哪九年 哈哈哈哈 对不起 时差没到过来 精神已经错了 哈哈哈哈 绿色机场 哈哈哈哈 哎你看它那个河一河河 那个河河河那么河 不是老铁 难道我说 那边我们学习的时差 那个小船那边换的时候 我们在乍乱的高度 还在那里吃了 我是我的天 好佳人 在校船的那种 其实我想看一叫二 对我喜欢校船 这种风格 哎呦吧 它这个顺土 这个 这种 我好像在一旦 我现在的朋友就像那样西叶 啊 西叶里面有什么 鱼鱼鱼都很常见 酒店里面有什么西叶 没有,就是太多了 那个,我们不要睡觉了 我们到达了我们住宿的酒店 李清酒店 哇,我们在古城里面溜达 我们的酒店就在古城里面 然后这个古城的这种小风光好好呀 就是非常的安逸 节奏很慢很安静 我们在清迈的路边一个餐厅 点的这个是我的菠萝沙冰西瓜沙冰 然后我们点的鸭饺 这个是蟹黄烧麦 这个是虾饺 然后这个是叉烧包 还有一个海鲜凉拌鱼丸拼盘 我们的这个凉拌鱼丸 上来了 这个小点已经好吃了,特别好吃 我们最后一道白酌这个青菜上来了 哇,这个真的 这消费是380次 因为我们家里一道这个菜 这个是100株,就20块钱 然后这些小小的 基本上每一个就是8块左右 然后 这个这盘沙拉是16块 就这一顿下来总共就70多 哇,真的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而且还很便宜 咱们换划 咱们换划 你直接多长去 咱们换划 你大家可以看看 你我们先见到